一双眼睛为什么能画出两个风格 想把眼睛画成圆圆的 很右台感觉怎么办呢 加重眼头跟眼尾的位置 提亮眼中 视觉上纵向拉长我们的眼睛 眼线的话就是没有记得全人感情 眼头我们给他画一个内线 眼中的位置跟眼线 我们给他纵向拉宽 画上明尺的一半的位置差不多 这个握杂的我们也是眼中原则 加重眼中提亮眼中 纵向感就更加强烈了 感觉嘛我们选这种中间长两边短的 就显得眼睛会更圆 然后下一线也是啊 反正眉毛画一个平美 有种感觉 原来效果是不是很明显了 这边主打一个反转 美丽坏女人 眼影呢我们就画上平四边形 那眼睛呢有这种形上方 延长这种纵身感 眼线的话眼头眼中都不是重点 眼尾咱们就平行 拉出这一根线来 保证他眼睛这样 哪根笔称称啊 是平的 然后我们再一个改整一个全包眼线 后眼角可以往来扣一扣 让它更加的显大一点 最高加深向我们视线片 就处处的位置 下角毛呢 我们只强调我们眼尾的位置 过前我们平拉出去 画出一种洒场的感觉 提亮也只提亮在我们眼尾的位置 跟眼袍 那你们喜欢哪种风格呢 自己告诉我